你會在大阪去京都列車上 今天的任務是去京都拍和服照 我們今天由大阪去京都大約一個半小時左右 在酒店出發之前 我已經在酒店幫他們整裝待發了 給你們一個提示 小朋友的浴衣 其實買是比租的 而他們的頭是我親手設的 大人的浴衣和服 千萬不要買 要穿的租就最好了 今次我試一下這間蒙館 它有很多講國語的服務員 但其實它老闆是日本人 除了租借和服之外 塞頭、化妝、攝影這些服務 老闆加錢什麼都可以 我兩個都想看一下可以嗎 好的,我們這邊也有華麗版的 這個叫金秀 然後這個是反問著 對,就是比和服稍微高近一點 對,這邊 那你來這邊 好 雙比起都是人氣十足的 是江本和服 我自己覺得 夢館和服的服務態度 是比較細心的 美中不足的 就是它的和服選擇 我會覺得比江本少一點 因為天氣都比較熱 所以我只可以選浴衣 有得選的話 就當然是穿和服漂亮過濾衣 之前帮我换衣服的服务员 他也很好 他看到我的髮型 看到我那麼可憐 他就找了另外一位 真的設頭設得很漂亮的 這一位髮型師 幫我設一個OK髮型 你們自己看看 是不是我購客 OK跟NG的分別有多大 很棒 很棒 嗨 謝謝 謝謝 太棒了 謝謝 所以大家如果設定了一個不滿意的髮型 就一定要出聲 要不然你就會抱陷終生 你的照片一定不可能拍得漂亮 記住 可以出發了 在夢館 轉甩 直去有間藥妝店 再前一點 就是這個 吃橋墨麵的地方 這次我選了 在夢館旁邊 走兩步就到的 橋墨麵店 裡面的橋墨麵 由黃墨開始 到處所有煮 都是人手做手工橋墨麵 2 3 2 1 3 2 3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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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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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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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6 9 你是冰箱啊 跟很多名食店一樣 這間店都是分了 有外國人房和本地人房的 我們進入了這間 應該是外國人房來的 這次選擇這裡的原因 是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歡吃蕎麥麵 套餐有很多款給你選擇 但其實裡面的內容 來來去去 兜來兜去都是那四樣東西 凍橋麥麵、熱橋麥麵 天婦羅和魚生 四樣東西當中 手推就是凍橋麥麵 手製的橋麥麵 的確是零色不同 而這個天婦羅和魚生 不過不失 我覺得魚生和天婦羅第二道 有些更好吃 熱橋麥麵 我就覺得沒有凍橋麥麵那麼好吃 很濃烈 很濃烈 這不是蘿蔔麵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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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們找攝影師幫我們拍照 大概拍了一個多兩個小時左右 天氣都比較熱 所以其實都挺辛苦 而且他們兩個小個嘛 一個就貪靚穿著那個木屑 另外一個呢 都頂不順換一對 涼鞋子了 離開了花見小鹿 我們就來到這間 NANA甜品店 到 吃下東西 其實呢 在這樣的環境裡 吃下東西呢 真的很舒服的 特別是 辛苦過口 什麼 我覺得 我買了你的 蘿蔔汁 上一次呢 去京都呢 我是冬天去的 所以就是穿和服冬天拍照啦 那相比起 夏天這次的拍法呢 我覺得夏天是辛苦很多的 這個是綠茶雪糕的 Moshi 很濃的 綠茶好喝 但其實我想要的綠茶 在這裡叫冰 這是什麼來的 Apple juice 是嗎 但是呢 好像我這個的 OK 但是呢 我加上冰 HELLO 今天我們王福體驗了 看頭多漂亮 好漂亮啊 原本呢 不是呀 原本第一次呢 那個髮型師呢 第一個男朋友呢 收到我貶太太了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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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夢館換衣之後呢 我們就回去 京都地鐵站 選了這間北極星 吃了一個快飯 咖哩蛋包飯 不過不失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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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小朋友呢 就最喜歡吃這些蛋包飯了 還有不辣的這隻咖哩 甜的 除了咖哩飯 京都地鐵站 還有很多其他食物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就給個thumbs up 不要那麼孤寒 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follow我的facebook 多謝大家收看